好 接着来关心 而对于地震发生至今 县议员张美慧提出了四大问题 包括了募款的困难 指挥系统角色不清 资讯混乱 县府直向横向联系不足等等的问题 就县长徐珍为期盼 县府能有短中长期的计划 带领灾民仍至于全花莲 县民走出灾后重建的困境 0403地震发生至今 重建工作持续进行 县议员张美慧一开始就在一场上 对于0206地震专款持有部分 双方进行攻防 中山桥 吉安西桥 这两个最近4月16号才发包 这两个县长施政报告也讲 昨天建设处长的工作报告也讲 那这个里面的2.7亿元 这个2.7亿元就是0206的善款 善款委员会是一个合议制 善款委员会里面有专家学者 那我们第一个 比照0206台南围观大地震 它是完全合法的 再一次跟张美慧议员说明 第二个您实在是口会时不会 每一次都说支持花莲县政府 去年的我们的追加 也是在您手上被否决的 哪一件事情 去年的追加也是在您手上被否决的 然后您也不认同相当多的 我们的公务预算 在这里不断的咨询我们花莲县政府所有的处长 张美慧也提出四大问题 包括了募款困难 指挥系统角色不清 咨询问乱 县政府直向横向联系不足等问题 第四个问题点 第一个就是募款困难 那这个募款困难 其实是因为0206的善款的使用的争议 影响国人捐款的意愿 所以我们现在收到的 大概是当时的五分之一而已 第二个就是在整个指挥系统 就是这个角色不清楚 那副立委是副县长了吗 是不是这样 然后徐县长是徐里长吗 他们做的工作都没有符合现在的职务 那第三个就是在这个整个系统 就是没有系统性的一个资讯的提供 灾民就是疲于奔命 那问了很多的这个状况分不清楚 那最后第四个看到的问题就是 县政府自己的这个 往上的对中央或往下对乡镇公所 直向横向的联系都 都不是很沟通的顺畅 这些问题其实在整个过程上 看到就是会影响效率 那在这个重建的这个建议上 那我特别提出就是花莲县政府 应该先盘点出 在30年以上6层楼以上的这个大楼 它会在断层带或土壤异化区 那优先必须要做出品降品 那如果有做到需要做到 耐震补强的这个阶段 那县政府应该也要来协助 可能在这个耐震补强的经费 张文会强调花莲的重建工作是全面性 在日前观光流出工作报告 就有多位议员认为 可以不用继续办理鲤鱼潭红棉牙活动 重新盘点观光资源 调整经费做妥善运用 记者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